我可以嘗試消化自己的情緒 但悠悠她只是個孩子 五年了 你讓她過著沒有父親的生活 凌蕊 真的對不起 我會想辦法去彌補 我會彌補你們的父子關係的 那你想要怎麼彌補 好 我有一個辦法 可以彌補這五年來的缺憾 什麼辦法 我希望你 把悠悠的服藥全交給我 不行 不是 我 我意思是 你還處於創業階段 又長期深處國外 我的工作性質 生活環境 目前比你來說更適合扶養孩子 況且 你長期有個孩子在身邊 不容易找到對象 會耽誤你的青春 我想了又想了 這是目前最好的解決方式 我不找對象 凌蕊 我發誓我不找對象 我絕對不會找對象的 我 凌蕊 你不知道 悠悠現在這個年紀 真的 連狗都討厭她 你不會希望天天看見她的 你會慢慢失去你的父愛的 要不 你們兩個可以多見面嗎 多多見面 多多多地見面 一個月見一個禮拜 見半個月 一個月見四分之三月 怎麼樣 什麼 你不是很快就要回到國外嗎 我不回去了 我知道跟祖國為國效力 我們不住在一起 我媽 我姑姑們年紀也都大了 來回走動很不方便 我 我打包上門 我把陸悠悠打包上門 我親自把陸悠悠打包送上門 旅人 你自己想一想 你好好想一想 我們真的不能打官司的 我們父母打官司了 或者我們的小孩兒 他的成長 他的發展 產生很不好的影響 我在這兒等你 林芮 文芮 不好意思啊 剛剛確實是我一時衝動了 但是 但是什麼 我剛才他就不好 我承認 但是你不用 替我跟余医生道歉的 真的 你刚刚那么维护她 是不是因为她是你的 是同事 也是同学 我看不一定吧 陆芳宁 你刚才 为什么和余医生说那些话 我 我说什么了 说我不会和别人有瓜葛 我说我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说你 不会和别人在一起 这些 这些都是因为我 我是为了维护她呀 她是我们的儿子 她的形象 你的形象 我的形象 都很重要的 对吧 妈妈 我刚才不在那里 余余 把自己的耳朵给我捂住哦 妈妈 我捂住了多大 你能听见你说话 那 那你就 就去那儿坐着去 去 小段腿 划下来 好了 你现在可以说了 我 我完全全是出于 对悠悠未来的幸福考虑的 真的 其实林芮 我知道你是一个成熟的男人 你对家庭啊 对感情都有你的需求 那这个呢 我充分的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 我作为悠悠的妈妈 我觉得有我权利去提个醒 就是提个醒啊 我觉得 她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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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后面面就 就性格 性格不太适合做悠悠的 好吗 就这些 对 你说的我都知道了 我有需求的时候 会告诉你 这样吧 我列一个悠悠的写号表 我们回头我发给你 让你一辈子都找不到的那种